是你自己 跟您儿子走 行吗 叔叔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看人家多主动 喜欢自己送上门的吗 叔叔看你挺漂亮 谢谢 你对于叔叔来讲感到挺满意的 现在你这个白是符合我的要求了 白 这个富 白不美 富不到符合不符合 能说一下子吗 说一下你的这个工作 是一家公司 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白富美了 白富美你都赞了 其实我爸爸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 但是白富美呢 我觉得在我的理解是 白呢就是心灵洁白 心灵洁白 富呢是富有他的自己 精神富有 独特的智慧 美呢它是他心灵美 我觉得白富美是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三点跟他都没关系 对 这是他的想法 刚才我说是我的想法 没事 现在问问你自己 我发现我挺挺适合叔叔的想法的 所以呢 所以叔叔你愿意带我走吗 我愿意 说真的啊 说真的啊 可愿意交往吗 可以做朋友 你所做的朋友是 以男女朋友进行交往吗 请说明确 可以 可以以男女朋友进行交往是吗 先从朋友做起 然后试着深入 好台下留电话 好 这样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无心插流柳成英 这事如果要成了 你得感谢我 你刚才上台的这个愿望 可能真的要实现了 我们忘记问您儿子的意见 你什么意见啊 没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 我会把我身边幼稚的女孩 单身的女孩 介绍给你 远你父亲的一个梦 也希望能够 让你有一段好的恋情 不是 其实你挺适合的 是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她挺好 因为另外呢 就是挺信任我的 就像雕火柴 一般女孩真的做不到 真的 小李 你愿不愿意像李嘉里所说的一样 也愿意和她 以男女朋友的方式进行交往 我当然愿意 好 今天成了好事一桩 因为这事太突然了 我真怕这个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觉得我们意气用事 因为爱情是一件慎重的事 爱情来了是挡都挡不住的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也许是一秒钟的事 我相信你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因为两个人从事的职业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可能不太看好 也许是爱情来了就那一秒钟 如果相爱容易相处难 接下来要去认真的相处 才有可能开花结果 再郑重地问你一次 你真的对李家里满意吗 愿意跟她进一步的交往 欢迎你追求 欢迎你能够再次上完美告白的舞台 向我告白 那行 那接下来就用你最真诚的方式 对李家里告白 说我们愿意以男女朋友的方式交往 是吧 我们能够在录节目的时候 促成一段姻缘 这不挺好的吗 对不对 但关键是一定要拿出你的赤诚 那爸爸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来李家里上台 来吧 接下来是小李的告白时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